秒手送走安德森后,莫雷沉寂了一段时间,而就当外界以为火箭已经完成捕强时,莫雷又带来了惊喜。 今天,莫雷在社交媒体上刷出了一张和火箭旧家布鲁尔的合影,有两点值得关注,一是拍摄地点是在火箭训练馆,二是莫雷陪文表示要搞事情,这一系列的举动都表明双方将会有故事发生。 四个赛季之前,正是莫雷将布鲁尔带到了火箭队,并且帮助火箭打进了西角,在德安东尼的体系下,布鲁尔失去了位置,因为他的三分实在太差,命中率不足30%,不过如今的火箭在进攻端已经有了充足的人手,反而需要能防守的侧技。 布鲁尔虽然算不上顶级3D,但还有一定的防守能力,符合火箭当下的需要,火箭如果先下布鲁尔,将可以充实3号位的防守,他身高达到了2米06,对位杜兰特也不吃亏,火箭损失掉了阿里扎和巴默特两大侧翼防守人,隐心的却只有恩尼斯一位防守看降,莫雷甚至牵扇了卡伯克洛作为备胎,布鲁尔年近30%, 12岁,上赛季在雷亭抢军德奔还可以上双,是比卡伯克洛更好的人选,除了充实侧翼,布鲁尔还有另外三大妙用,第二大妙用是省钱,火箭先些人就一定会裁人,而这个人很可能是金元奈特,他刚刚手术下赛季,还需要时间恢复,而且很难进入前十人的轮换阵容。 更关键的是,他超过千万的年薪导致火箭需要缴纳联盟第四,高的奢侈税,如果甩掉那侧,火箭将可以省下一大笔开支。 第三大妙用是神经刀,这是争夺总冠军的神奇元素,勇士的伊哥达拉和尼克扬,马斯的基诺比利的和米尔斯,古人的比斯利等等,都是角局的好角色。 火箭球员中杰拉的格林是有这样的属性,但还不够,勇士已经熟悉了格林的套路,面对勇士武巨头,火箭是要出奇之胜,布鲁尔可以成为火箭替护袭上的骑兵。 第四大妙用是西部专家,布鲁尔今年来效力过森林郎,绝金,胡人,雷琴等队,这些队基本战到了西部强队的半壁江山,常年在西部征战,布鲁尔对各队的情况都十分熟悉,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大。 如果莫雷口中的搞事情就是牵下布鲁尔,那无疑可以一间四雕,这些妙友将可以为火箭战胜勇士增天希望。 。 。